大家好 大家好 接著會介紹我覺得好玩又好喝的這款X3 Gummy Bear 聽到這個名字我們就知道 這款酒跟紅仔軟糖有關 是透明色好像很平平無奇 從頭看到它是透明色什麼都沒有 我以為它是很沉悶或乾淨的味道 但真的很意想不到 一開酒瓶的時候 你就會聞到香甜的糖果味 當你喝它的時候 真的很過癮 我完全沒想過這樣去喝酒或去處理 我覺得很有趣 它這個喝法完全把我的童心挑起了 每一枝X3都會送一包小紅軟糖 我真的有做到 它沒有送給我 我特意來白街買的 你沒有送給我啊 知道嗎 我特意買了20元軟糖 但其實我用了四分之一 你打開瓶蓋 然後倒進去酒裡 你會看到一隻隻紅軟糖 就浸死了在酒裡 沉在底裡 但你不用管它 任由它發脹 然後腐化 然後所有紅軟糖 就會變成 Jelly 經過了這個殘忍的程序之後 就會進入第二階段 就會全部變成啫喱 今天我再拿它出來 這麼多顆小紅軟糖 就變成一體 有粉紅色 有粉黃色 有綠色 我覺得都很有趣 然後我覺得自己很變態 浸死了這麼多隻小紅軟糖 你會看到酒的份量少了很多 因為它已經全部變成啫喱 如果你買回來喝 做完這個步驟之後 我會建議你 放一個杯子 然後準備一瓶飲管 然後就可以拙啫喱 然後你就會很快 整杯都會被你拙啫喱 然後很快就會醉了 因為也挺厲害的 我猜不到這瓶酒是我喝得最多一口 我很喜歡它的口感 很好玩 好貪玩 有得喝 有得玩 有得吃 我覺得這個不錯 看看它的酒精濃度 這瓶反而只有9% 但我覺得也很厲害 不知道是不是我之前那兩瓶喝得太多了 我是跟次序來喝的 因為我怕自己記錯 成分分別有煎酒 橙味甜酒 韓國燒酒 咦 我又喝不出有韓國燒酒 荔枝酒 荔枝酒是我其中一樣我最喜歡喝的 如果出去喝酒 我想不到喝什麼 我一定會叫一些有荔枝味的酒 這是我自己的習慣 摺骨木花梨口酒 我記得我在調酒師考試的時候 我都有用摺骨木花梨口酒 本身這個梨口酒是有淡淡的花香 微微的甜味 所以我件事很清新的 我用了它做其中一個元素 還有菠蘿汁 檸檬 還有蒸餾水 保鮮期有三十天 要啊真的要三十天 我會很傑斯底里 把很多小紅軟糖丟進去 如果下次再做的時候 我應該會不只拿四分之一 我應該會成包刺下去 哇 應該更棒 見到那麼多隻熊仔浸在裡面 不知道為什麼我有種莫名的興奮 看完之後記得按訂閱 讚好 分享 有空就留言跟我聊聊天 拜拜 對 我覺得我應該醉了 我應該會不太擅長 我應該會不喜歡 我們剛剛會不太吸引 打給你 你們就沒什麼